台股五月成交量创下历史新高 带动证交税进涨将近300亿之多 也是历史的单月新高记录 疫情爆发之下 政府频频编列巨额的特别预算纾困 财政支出庞大的压力 股民交易付出的税金成本 正好成了救活队 台股持续的多头行情 跟乐落的当冲交易 是证所税的大好保单 只因为有持续的多头走势 才能带动股民的热情 至于说当冲交易 则是股市成交量的柴火 有量才有价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当冲交易降税案 将会毫无疑问地延续下去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今年5月台股破了多项记录 首先5月当冲成交值占比44.28% 创下了单月新高的记录 相较4月34.02% 大增了10.26个百分点 5月大盘上下冲洗了超过4000点 全月下跌了498点 爆出了11兆的大量 同样创下了历史记录 不过大盘市值整个5月却是缩水不少 4月29号大盘市值是53.64兆 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5月28号缩水到51.54兆 减少了2.1兆 这个幅度是3.9% 那少了2兆的市值 股民跟业内法人普遍5月是亏损的 但是政府证交税却是大进账了294亿 比去年同期大增了1.6倍 另外各家券商手续费的收入 一定也随量上升 所有券商经济业务收入 我个人估计80亿跑不掉 税金加手续费代表股民的交易成本 总计付出了370亿之多 付出了这么多成本 但是整体股市市值又缩水 那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疫情冲击之下 行政院推出了纾困4.0 为了找钱5月13号 行政院提出的修法版本 再次追加了2100亿的预算 再加上去年纾困振兴方案 两度追加预算达到了4200亿 所以总额就调整为6300亿 俗话说 再多人不愁 要五毛给一块 5月底 行政、立法两院联手之下 干脆把纾困特别预算 一举调到8400亿 期限延长到2022年的6月底为止 钱瞻、纾困加上买军火 这几年下来 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动辄举债跟特别预算支出之下 可以讲说是越来越沉重了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 台湾的钱可不是长在树上 可以任由央行随意开动印钞机 实行QE 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 除了靠税收之外 不足举债的部分 那就是债留子孙 成为全民的负债余额了 不过举债终究有上限 财政部虽然说举债还有8.8% 大概是1.7兆的空间 但是这样下去 难保有一天也会碰到天花板的上限 眼下解决政府债务 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了 为今之计只有能拖多久算多久 拖一天算一天 正面思考之下 增加税收不就是补破网吗 让水漏的少一点的方法之一 那今年前五个月 证交税收到了1098亿 年比增加了1.26倍 才五个月就达成了预算数的91.5% 如果股市成交量照这样热络下去 今年证交税必定大额超增 成为补破网的救火队 由此可见 股市对于财政紧迫的执政者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疫情下内需大伤 营业税必定大受影响 今年要达成税收预算数 我个人看不无挑战 看起来也只能靠证交税来补一下 如果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 股市千万不能走入空头 一旦走入了熊市 成交量必定量缩 那证交税就不见了 证券业内要哀嚎不说 股民财富效应也消失了 已经受到疫情重伤的内需 恐怕会更惨 所以千一法而动全身 股市牛市的重要性就可以想见了 所以以我的看法 当冲降税必定会延长下去了 少了当冲就少了量能 更多了利空 那这也难怪 金管会早早就要建议财政部 到期后要继续延长下去 现实环境之下 这个悬念大概也不必要有了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帐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L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